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一下鱼丸 抠坦爽滑 鱼丸做不成功的 不浮在水面上的 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你看这鱼丸 全部都浮在水面上了 这买了两条草鱼 已经刷好清洗干净了 把鱼肉顺着鱼骨剔下来 再把鱼皮撕下来 这鱼肉剔下来以后 这鱼红不要 就要这干干净净的鱼肉 这剔下来的鲸鱼肉 1016克 我们就按1000克算 这剔好的鱼肉切成片 切好的鱼片 放在清水中 浸泡15分钟 15分钟以后 把鱼肉搓洗干净 多换几点水 泡鱼肉的目的 是让鱼丸做出来 更加的白净 清洗干净的鱼肉 就非常的白了 盆子里按一斤鱼肉 一斤半水 放水 水里放上姜丝 搓一下 葱蛋也搓出汁出来 放到这水里面 把这葱姜水 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 冻一个小时 水在冰箱里冻了一个小时 把水滤出来 把量干水分的鱼肉 放到这料理机里面 加上冰水 把鱼肉打成鱼蓉 打成这样 倒出来 打鱼蓉的时候 一定要用冰水打 如果用常温水打的话 机器会发热 鱼肉它会变老 这鱼蓉打好了 放到一旁备用 头里放六个蛋清 一斤鱼肉放三个蛋清就可以了 将蛋清用打蛋器打发 中高速打两分钟左右 蛋清不掉下来就可以了 一斤鱼肉放20克盐 这两斤鱼肉放40克 用厨师机的中高档 搅拌10分钟 把这鱼蓉搅拌上劲 这10分钟以后 这鱼肉已经搅打上劲了 粘在手上不按下掉就可以了 加入100克猪油 一斤鱼肉加50克 再加入200克玉米淀粉 一斤鱼肉加100克玉米淀粉 继续搅打均匀 把猪油玉米淀粉和鱼肉 全部搅打上劲 淀粉和鱼蓉全部搅打上劲以后 把在前面打好的鸡蛋清加到里面 再开厨师机 把鸡蛋清和鱼蓉搅拌均匀就即可 鸡蛋清加到鱼蓉里面 搅打三四分钟就可以了 这现在的鱼蓉已经打好了 锅里放一锅凉水 把这打好的鱼蓉 用糊口挤出来一个用勺子 放到这冷水里面 浮在水面上的 就证明这个鱼蓉是成功的 把鱼丸都像这样挤出来 这一次性一锅煮不下 我们分两锅煮 这鱼丸挤好以后 它在清水里是浮起来的 如果沉底了 这鱼丸就做失败了 现在开火 不要用大火煮 那样会把鱼丸煮老的 用中小火慢慢煮 用低温把鱼丸进熟 这鱼丸水要开的时候 加一点凉水 低温煮大约二三十分钟 这鱼丸就煮熟了 捞出来放到冰水里泡上 这鱼丸煮好以后 马上泡到冰水中 凉凉以后放到冰箱里 冷藏冷冻都可以 看一下这鱼丸 非常的有弹性 掰开一个看一下 鱼肉洁白抠弹 做好的鱼丸 可以做鱼丸汤 清蒸都可以 非常适合给宝宝做腐蚀 牙口不好的人 想吃鱼丸的 就尝试着做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雁 下次见